大家好 我是魔术飞哥 今天教大家一个魔术非常精彩 就是怎么去洗牌 随便怎么洗都洗不乱的 魔术是不是听起来非常非常不可思议 我们先看一下这副扑克牌 八梅花八红星 然后中间是红色红色到黑色黑色黑色 全都是按照这一个牌序构成的 接下来我把这扑克牌拿手上分一半 把它看清楚分一半 然后把它哇完完全全洗进去 太乱了洗进去 然后再切一下对不对 非常非常乱交叉之后 我相信大家脑海当中肯定会想的 扑克牌肯定是红色黑色 红色黑色黑色 红色黑色红色黑色 红色黑色乱七八糟的 是不是没错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魔术师非常非常厉害 什么是魔术师呢 就是随便怎么洗盘都洗不乱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没有做过任何剪辑 我们来看一下 扑克牌还是 哇我们可以近距离看一下 扑克牌还是这样 红色的归红色 黑色的还是归黑色放在一起 那这个这么帅气的魔术 是不是非常亮相 谢谢关注我 我们现在立马进去教学时刻 好 怎么做到这个魔术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把这扑克牌呢 都是这样分的 没有问题 先把它红色和黑色放好 好 把它分一半的时候呢 这个技巧是在这边 我们把整个扑克牌一招一招洗进去之后呢 注意自己看啊 全部洗进去之后呢 我们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个牌呢 啊这样凹凸啊 凹凸这样 像一个叉叉啊 这样放 然后呢 把它从这边的拉出来 你看 这样可以顺势的拉出来 把它拉出来 盖上去 就可以打到这个 洗牌洗不乱的魔术效果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简单 好了 更多正常魔术 记得关注我 魔术飞哥 下个魔术见哦 拜拜 记得关注魔术飞哥 每天更新 带你玩魔术